各位宽客界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魔鬼训练营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量化投资 时操必备之时 我是郑林 那么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课题 首先我要讲的是量化投资的优势 与策略思想的获得 什么是程序化交易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程序化交易 如何实现手工道程序化 策略思想从哪里来 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开展 那么什么是量化交易呢 这量化交易呢 就是我们利用金融学计算机数学 还有物理学等学科的一些方法 把人为的投资理念和研究成果 进行量化客观的展现出来 那么利用计算机技术完成数据处理 分析模型决策下单等工作 从而最终把这个数学模型来替代 人为的主观判断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克服人性的弱点和认知偏差 避免在市场极度狂乐或者悲观的情况下 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 然后从而达到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高于平均的超额回报 量化投资的发展 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量化投资是怎么兴起和发展的 其实在1977年 全世界的第一支量化投资基金就成立了 那么之前的规模就达到了30亿美元 1977年到1995年 其实国外的量化投资基金 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 缓慢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主要原因是因为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在这个阶段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所以在这个阶段量化投资的基础建设是不够的 然后在这个阶段量化投资的发展也是非常缓慢的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巨大进步 量化投资也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 这个高速发展时期呢 是在95年之后 那主要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那目前量化投资在全美的一个投资占比 已经超过30% 量化投资在海外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历史 那投资业绩应该是非常稳定的 市场规模和份份额也在不断的扩大 同时也不断的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 为什么要选择量化投资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人的情绪和弱点对投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那么比如说遇到一个大涨大跌的行情 或者说极度乐观极度悲观的时候 那么人的情绪对投资的影响 容易被无限的放大 这个时候大家比较容易做错决定 那么量化投资它以定量为主 做到了充分分散 然后电脑止损加仓 分配仓位都是事先设置好的 然后所有的风险都是事先经过计算的 所以量化投资的好处就是 不容易出大风险 然后替代了人为的主观判断 可以让投资更加理性更加安全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 国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量化投资人 叫西蒙斯 他齐赛的大奖章基金 在过去的20年平均年化收益有35% 比索罗斯和巴菲特都要高出十余个点 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的07年 该基金的收益也高达85% 那么为什么西蒙斯的基金不未能所熟知 但是大家却都知道巴菲特呢 那是因为量化投资基金的话 它有一个容量限制 那么西蒙斯的基金早就到达了临界点 就是容量限制的临界点 所以他目前他的基金都是处于一个 封闭式的自营状态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策略思想的来源 策略思想的来源主要以 有下面三个途径 从国内国外的网站书籍中来 那么网上其实是能收集到一些经典思想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经典思想中进行改进 那么第二个来源是从盘中得来 通过对盘面的观察 有时候也会得到一些灵感 第三就是与超盘高手的交流中来 从超盘高手的交流中也能得到一些灵感 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网站 就是优矿网 聚宽网 米宽 果人 这四个网站是这两年兴起的 主要是针对量化的 学习的和交易的几个网站 那么上面有很多免费的思路 描述和一些经典思想的介绍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TB文华金字塔的论坛里面 也有一些策略的思想 还有一些代码 这几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 大家都可以经常翻阅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来源是从经典书籍中来 那么经典书籍我这边推荐三本吧 一个是期货市场技术分析 另外一个是波浪理论 还有一个是日本蜡烛图技术 那么等等 其实这类书还是很多的 基本上做量化投资应该是偏重技术面的分析 那所以技术面分析的 不管是股市的还是七市的吧 技术面分析的这些书籍都可以多看看 然后里面有很多思维可以借鉴 第二点是 人人宽个在这次课程的过程中也会陆续送出十几份资料吧 那里面大概含了近百个策略思想 然后最后我们还会送二十个这样子的策略源码 除了从书籍中来以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与操盘高手的交流中得到一些策略思想 那么在我看来 操盘高手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天赋性选手 第二类是纪律性选手 那么什么叫天赋性选手呢 就是这些人呢 基本上具备一些 其实妙想的一些思维模式 那么他们往往能想到 特别出彩的点 那是我们平常想不到的一些点 但是他们的缺点呢 可能是纪律性不够 往往想到了但是没有严格的执行 那么遇到这种类型的选手 我们要想办法 就是通过跟他们交流 多获取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点 然后加入到我们策略中去 通过不断的测试呢 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收获 第二个是纪律性选手 纪律性选手呢 这些人的大脑 其实就像一台计算机一样 他们严格的执守着交易策略 但是他跟计算机的不同 就是跟我们做模型不同呢 就是这一类人 可能脑子里有多套模型 他们是选择性使用的 比如说遇到这次的行情 他会选择均线交叉 遇到下次的行情 他会选择布林带通道突破 那么选择上纪律性选手 也会有一些灵感上的一些感悟 跟一些交易上的一些总结 但是我们不能跟 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 因为纪律性选手 他们往往是多套策略 混合在一起 就是他脑子里是多套策略 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把他脑子里的多套策略 给他剥离出来 写成多个不同的策略 下面我们再来讲一下 如何从盘面获得一些思想 第一个点是 可以观察时间与价格的关系 我这边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第一分钟的涨跌 其实有时候能够判断 一整天的涨跌 这个相关性还是挺高的 那比如说有个策略在 有个策略叫空中化缘 就是利用第一分钟的涨跌 来判断整天的涨跌 第一分钟是涨的 就是收盘是阳线 那么我们今天就做多 第一分钟收盘是阴线 今天就做空 这个策略在螺纹钢上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第二个点就是半小时走出来的高低点 其实用这个半小时的高低点区间 做一个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突破策略 我们记录一个半小时的最高点 就是开盘的前半小时的最高点 然后还有半小时的最低点 滑定一个上下的一个区间 然后突破上轨 我们就做多 突破下轨我们就做空 这个在骨子上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然后第二点就是特定行情的观察 其实也能够发现一些机会 比如说一开盘就大幅低开或者高开的这种行情 那我们就可以去测试了 比如说大幅低开我们就做多 大幅高开我们就做空 或者说大幅低开我们就做空 大幅高开我们就做多 还有一点就是巨幅行情的 巨幅反转行情带来的一些特定的机会的处理吧 那么比如说某一天涨了5% 后来又回落下来 后来变成跌5%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巨幅反转行情 看起来行情非常大 但是用普通的趋势策略 或者说用普通的隔夜策略 其实是很难很难赚到钱的 或者说只抓到了其中一段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特定行情来特别设计呢 第三点就是观察价格变动的效率 我们可以以价格跟时间做个斜率 然后来做策略 也可以用价格变动对应时间的一个效率来做策略 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个效率呢 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 那么大家可以多尝试 然后做出比较适合自己的策略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看量能 看成交持仓比 或者看盘面的厚薄 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观察手法 比如说我之前做过一个策略 那么是跟股票结合的 因为我发现股票往往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会确定一个方向 那么我做的策略就是10点到10点半如果是涨的 我就做多 10点到10点半如果是跌的我就做空 大家可以去试试啊 当然时间点大家也可以变化 就是根据大家自己的观察来吧 9点9点半到10点这个时间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 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 比如说9点9点半到10点是涨的 我们在10点半做多 9点9点半到10点是跌的 我们在10点半做空 这个策略之前在股指上的表现特别好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把主观交易的逻辑变成一个量化模型 那么我觉得在就是把自己的主观思维变成量化模型呢 之前首先需要具备计算机思维 人的思维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手工交易者一般脑子里会有多套模型的 只是模式匹配上是全品感觉的 比如说这一次的横盘突破行情 我用的是均线交叉 下一次我可能用布林带 再下一次我可能用横盘突破 这种呢就是没有持久性 很多时候都是碰运气的 那么这么做有什么缺点呢 首先比如说你持续赚钱了 当然是很好的 说不定是因为你最近感觉很好 那么如果你持续亏钱了 心里面就会特别没底 不知道就是用这个用这种方法 是不是真的遇到瓶颈了 然后风险呢 是不是在这个阶段会会被无限放大 然后仓位多少会有大风险 仓位多少不会有大风险 这些数据其实是一概不知的 那么把逻辑写成代码 我们需要把这些多套的系统思维 给它分离出来 那么给它一个一个条件罗列出来 写成不同的一个不同套系统 这样子可以很好的反映逻辑的有效性 比如说你写出一个系统以后 那么通过检测报告 就可以准确的预知风险跟收益 从而规避人为交易的风险 也就是规避了人性的弱点 下面我们再来讲一下量化策略 研发流程和基本技能 研究一套量化策略的话 首先要整理该策略的核心思想 并做出初始策略 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把核心的思想要写得详细一点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罗列出来 那么写上就是开仓条件 平仓条件 止损条件 这些都是要比较完善的 可以先用中文表示出来 写成初始策略以后 第二点我们就要开始研究信号与回测报告了 然后并做出改良 比如说信号中某种类型的止损特别多 就是说出现某种类型的一个开仓 然后呢 这种类型的开仓的特别容易止损 那么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开仓错误特别多 那么我们就要想想看能不能从这个开仓的这种形式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加个过滤 然后把这种的类型的开仓给它规避掉 第二点就是比如说回测报告的呈现吧 其实回测报告可以体现很多问题的 比如说胜率特别低 但是曲线还不错 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是因为 我们在设置止损的时候设置的特别小 后面我们也会专门讲到回测报告 会做具体的展开 第三点就是观察后期的信号并做上线准备 那么策略弄好了以后 最好是观察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周期呢 应该是一到两个月 就看看是不是存在样本外突变 比如说之前做了一个样本类特别好的一个策略 但是样本外呢 突然挂下来了 那么如果样本外突变的话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策略真的是过度优化了 就是说样本外就完全不适应了 第二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商品变化了 就是比如说他的合约变化了 然后每点占比发生了变化 要看看到底是哪种问题 然后进行相应的改进 还有一个就是要看看是不是存在重大风险 比如说你观察一两个月的信号以后 每天跟踪看看有有哪些天数是可能存在重大风险呢 看看有没有什么还可以改改良或者规避的点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量化策略研发过程中所需的基本技能 那么这里面分为两种类型的选手吧 第一种类型的选手是理工科选手 第二种类型是文科选手 那么对于理工科选手来说 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大家之前可能有一些代码基础 然后呢逻辑思维能力也要更强一些 这种类型的选手呢 需要补充一些金融的基础知识 那么如果是曾经炒过股票期货 或者说做过技术分析 都会对学习量化比较有帮助 那么文科型选手 代码应该是最大的问题了 那么如何快速上手 那其实是直接拿到代码 然后拿来背诵 因为我之前有教过这种文科型选手 文科型选手呢 只要能背诵超过20个代码以上 就是说我们拿到了20个经典代码 然后把它背诵下来 然后默写下来 然后自己写量化策略应该就不成问题了 所以文理科的选手都是可以学习量化的 关键是路径上和需要补充的一个知识点 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就期货程序化交易而言的特性和优势 那么我总结了下面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赚波动率的钱 大赢小亏 且小亏天数大于大赚的天数 靠盈亏比赚钱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一般来说 我们的策略都是趋势策略嘛 那趋势策略基本上是赚一个波段的钱 所以说需要波动率比较大 也就是说需要大涨大跌 但是实际的行情是这样的 实际的行情是小幅震荡的行情天数 肯定是大于大涨大跌的行情天数的 那么所以我们会交易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 其实小亏的天数是大于大赚的天数的 但是同时赚钱的时候呢 你一天可以赚三块钱 然后呢亏钱的时候呢 你只亏一块 所以说盈亏比很高 如果胜率只有百分之四十 但是盈亏比 有二比一 三比一 那总体来说也是赚钱的 第二点是基于统计 取得交好收益 反而应该谨慎 就是说月收益大于15点的时候 往往是减仓的好时机 我们在仓位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情况下 其实月收益大于15点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说明在统计上 已经是超出预期了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小概率事件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行情 接下来会不会到一个 就是比较到一个瓶颈期 那么从统计上来说 接下来进入瓶颈期的概率会非常大 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一个减仓的好时机 第三点就是看每日盈亏 就是我们做这个策略的话 就是每日盈亏与股市涨跌的相关性 其实是非常低的 与股市及商品的波动率是正相关的 就是说市场的涨跌 其实跟我们毫无关系 所以大家会看到CTA 往往在熊市的时候 就是大熊市的时候 反而会大放异彩 因为大熊市的时候波动率特别大 就是跌幅 每日的跌幅特别大 那么这个时候反而是CTA 大赚特赚的时候 其实如果有时候大家是炒股的 那么配上CTA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对冲工具 因为如果大跌的话 股市上肯定大亏嘛 然后CTA却大赚 这样子就相互抵消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本次课程 所涉及的量化投资策略 本次课程呢 我们涉及到三个类型的策略 一个是CTA趋势策略 另外一个是套力策略 高频策略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进行细致的解读和介绍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点 就是说在市场波动率正常的情况下 年化收益与最大回撤之间的比值 大约为2.5比1到5比1之间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承受10%的回撤的话 我们大概的收益是25%到50%之间 大家千万不要把量化投资当成是一个外能的东西 也不要说就是想的很理想化 就是25%到50%的时候已经很高了 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必须承受10%左右的风险 第五点就是基于统计 不恐慌回撤 那么产品净值达到1.1以上 5%以上的回撤往往是加仓的好时机 这个前提也是就是仓位 总体的保证金在30%到40%之间 也就是说在仓位在40%到30%左右的这样一个区间 5%以上的回撤 那么在统计上也是相对比较少的 然后这个时候加仓也比较安全 因为你已经释放掉部分风险了 第六点就是按商品期货保证金比例计算 最大仓位在30%到40% 然后日开仓平均仓位在10%左右 这个也是为什么做这个量化投资相对风险比较低的原因 因为你赚钱的时候 比如说来大行情的时候 你的仓位基本上是开满的 就是说仓位会开到30%到40% 但是在小幅震荡的时候 你的仓位只有10%左右 所以你是小仓位亏损大仓位赚钱的 这样也是程序化就是风险比较小的一个原因 下面我针对趋势策略的几个特点展开来讲吧 第一是赚波动率的钱 其实理论上大家都倾向于都觉得一个基金应该是趋势跟震荡相结合 作为对冲的但实际上基金的配比上还是以趋势为主 其实震荡部分非常小 那么实盘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趋势策略相对稳定一些 震荡策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失效 那么实际的情况下 很多基金都是震荡策略应该在10%之内 然后趋势策略会超过90% 也就是说震荡策略对收益的影响是不大的 但是对冲了部分风险 第二点就是趋势策略赚波动率的钱 波动率和收益正相关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是市场在大涨大跌的情况下 就是市场涨跌幅度越大 也就是说波动率越大 波动率越大呢 同时年化收益率也会越大 就是说年化的波动率越大 那么同时年化收益率也会越大 那么第三点就是在一般情况下 波动率越大收益率会越高 那么波动率越小 收益率会越低 但是有些特殊情况 就是波动率会很大 如果我们看高低点的话 就是这个时候特殊情况 波动率会很大 但是不具备趋势性 也就是上下引线很长的那种行情 那这种行情其实是比较容易亏大钱的 就是上下引线 你可能在高点追进去了 然后它又回落了很多 然后就一笔大的止损 另外的话就是波动率低于一定发值 反而不再交易了 也就是不会再亏钱了 这个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 下面来讲下一个点 就是关于盈利天数的占比 就是胜率和盈亏比 其实是呈现负相关的 胜率越高呢 就是往往盈亏比会越低 胜率越低呢 往往盈亏比会越高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 就是今后我们还会针对测试报告进行展开 那么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就是不要一味追求胜率 胜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一定要结合盈亏比来看 比如说胜率是90% 但是你盈亏比只有0.1 就是说你赚一次只能赚一块 亏一次你要亏10块 那么期望就是0.1乘以90% 减去1乘以10% 那么其实是一个负期望 那又比如说胜率只有40% 但是呢 但是呢你赚一次可以赚4块钱 亏一次呢亏1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期望就是 0.5的期望 那么是正期望 所以大家不要被胜率所迷惑了 就是有些策略 胜率是特别高的 但是实际上是牺牲盈亏比 来做到胜率特别高的 那这种胜率特别高的策略呢 如果是趋势型策略 其实实际交易的时候 反而是比较容易亏钱的 因为实际交易的时候 你样本外了嘛 样本外的话就是胜率下来了 但是盈亏比还是很小 所以实盘交易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亏钱 那么正常情况下 中短线策略的胜率 一般在40%到50 那盈亏比在2左右 长线策略呢 胜率大概在30%到40% 盈亏比到3到6左右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盈亏与市场的相关性吧 那么作为CTA的趋势策略来说 每日盈亏与股市涨跌 其实是不相关的 那么就是盈亏 其实跟股市的一个上涨或者下跌 就完全没有关系 那股市大涨或者大跌 那不影响CTA策略的盈亏 第二就是股指期货策略 每日盈亏 其实是与股市的波动率是高度相关的 也就是说股市在大涨大跌的时候 那么股指期货策略就赚钱 如果股市的波动率比较小 也就是说股市在横盘震荡的时候 其实股指期货策略是很难赚钱的 第三点就是商品期货策略 每日盈亏与商品期货的波动率高度相关 也就是说如果是商品期货就单一品种吧 就某个品种比如说大涨大跌 那么在这个品种上的策略 那就比较容易赚钱 那如果是某个品种横盘震荡 那么在这个品种上 是可能会一直亏损 那么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 这种现象就是同一个策略 在不同品种上有一个创新高 有一个创新低 这个是正常的 就是跟这个说明策略并没有失效 只是说有些品种它波动率不适应了 有些品种波动率非常适应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就是同一个策略在同一时间 在一个品种上创新高 一个品种创新低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基于统计 怎样来判断盈利与风险 那么如果仓位在20%到30% 甚至到40%的情况下 如果净利达到1.1以上 因为你首先你有 这个是作为做基金产品来说 然后回测达到了五个点 首先你有了一定的收益 然后同时又有一定的回测 那么如果是你历史上验证了组合 就是回测大于五个点的时间 还是比较少的 比如说两个月才出现一次的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加仓点 第二点就是市场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 仓位只有20%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石盘回测会大于10% 仓位如果是有30%的话 石盘回测可能会达到15% 如果仓位100%的话 石盘回测可能就会达到50%了 所以有些人说想要满仓做CTA 那这个应该是很不可取的 因为你可能如果是一开始就运气不好 碰到了50%的回测 那么50%的本金都没了 那后面压根就坚持不下去了 第三点是基于统计 取得交好收益 反而应该谨慎 那么月收益大于15%呢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统计过 就是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组合做下统计 就是月收益大于百分多少是比较 就是概率比较小的情况 那概率小的时候 往往是一个减仓的好时机 第四点历史上30%仓位下 一个月赚15%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这个时候也也是减仓的好时机 这个刚才上一点也说到了 就是这个是前提 就是仓位在30%左右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比如说你仓位20%的话 那么一个月赚10% 那应该就是一个概率非常小的情况 这个时候也应该相相对应的 比较是一个比较好的减仓的一个好时机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波动 波动率与年化收益率和回撤的关系吧 就市场如果整体处于超低波动率 年化收益处于回撤的比值可能会小于1的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大家不要把程序化想的太万能 就是你有可能一年 比如说13到14年的这种行情 你有可能一年下来收益只做了不到10个点 但是最大回撤可能会高达 就是盘中的最大回撤可能会高达15% 那么这种行情是非常惊讶的 我相信未来还是会存在的 所以程序化交易是一个长期稳健盈利的一种模式 但是并不代表你一定是每年都能赚钱的 第二个点就是市场波动率正常的情况下 年化收益与最大回撤之间的比值 大概是2.5比1到5比1之间 也就是说实判下来最大回撤 如果在10%的话 收益率应该在25%到50% 其实10年11年14年16年都处于这种状态 第三点就是当市场波动率超级高的情况下 年化收益与最大回撤之间的比值可能会高达10比1 比如说15年的股指期货行情是可以做到10比1的 也就是说你承受10%的回撤能够做到100% 甚至100以上的收益 关于仓位的选择与设置吧 那么现在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商品期货的话 就是按保证金比例来计算 这个保证金比例 大家今后在实判的过程中 其实是要汇算这个保证金比例 那每个期货公司有所不同 但是大概都差不多 大家可以把期货公司的那个保证金比例 那个表格拿过来 然后算一算每个品种 然后你要开多少手 然后占用多少保证金 那然后总仓位下来 最大仓位应该控制在30%到40以内 这样子保证日开仓的话 就是每日开仓 平均仓位在10%左右 这种情况下 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风险 那如果超过这个的话 很容易出现大风险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为什么要学习量化投资 稳步上升的曲线是否存在呢 在我看来 短期内稳步上升是很难的 但是长期实现资产曲线的稳步上升 是大概率事件 做交易呢 我们除了要模型过硬外 其实还需要行情的配合 短期内很难遇到 就是 一直是适应的行情的情况 那么比如说 市场没有波动率的时候 趋势策略其实是很难赚钱的 但是 长期市场 总会遇到比较好的年份 比如说股指期货吧 以10年 14年 15年为例 其实这三年 都是非常好的年份 以上面期货为例 那11年 16年 都比较好操作 那这五年 都是有机会收益率上50%的 其他年份 偶尔有些年份比较难做 可能你中间过程中回撤也会比较大 但是长期来说 资产曲线就是会不断的创新高 然后不断的实现财富的一个累计升值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选择量化投资 其实总结起来 我觉得就是量化投资可以让我们人生道路上 不犯大错 其实量化投资不仅是一种投资方式 其实也是一种思维模式 跟人生哲学 那么学习了量化投资以后呢 具备的一种思维就是止损思维 然后分散投资思维 那么具备了这两种思维以后呢 我们基本上在人生的路上 投资上不容易犯大错 然后今后呢 也能够比较好的实现财富的稳定增值 魔鬼训练营的第一期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请大家不要忘记做课后作业哦